接牌 創建戶道教室正式接牌 在葛拜議宵 在雄東省前的科技稿是 今時在南國修開用了 每日有貴賓馬共同來參與 並且以往透過科技的進走 來塑造成鄉的差距 減輕學生的負擔 還能夠創新 讓小朋友能夠盡早來接觸 接觸到我們新的科技 希望能讓陡南 讓我們雲林縣不要成為二等公民 也能拉近這個 城鄉的差距 就是什麼呢 有完善的教育設備 竟然才會進步 奧翔透過這個行動教室的成立 可以讓我們的孩子呢 跟台北市的孩子呢 可以縮短城鄉的差距 這是在去年透過多多民意代表 共同的政策下 到南國修到達到購400萬的經費補助 到達到購買100台平板電腦 還有幾個創新的故事 也會開始經過多玩樂 每種客人是吃過以後都覺得不錯 你們要比以前更方便了 有 那你用的感覺怎麼樣 就很好玩 就是我覺得要很平板的感覺就是 就是很方便啦 拿到平板電腦的時候都很高興 學長歐行公表現 科技的進步好好也要帶來進步 也希望我們到南國修做一個喜歡點 讓婚人可以維持 公學生適性的學習 那重點就是在培養學生關鍵的能力 包括他 解決問題的能力 人際合作能力 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 這個是我們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卓越創新的一個願景 在南國修在行動學習 卡董儀秀 卓越創新的高校方式 來賣真囉 記者王真心 藏布道